大家好,我是可嘉妈妈 肾脏是我们人体的重要器官 它的作用是生存尿液 建议清除体内的垃圾和废物 尿尿是我们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但你有没有注意过 尿液有时候会突然变得很黄、很臭 或者是带有泡沫呢? 要知道尿液是人体健康的感知器和预警器 人体健康的变化,有时候尿液是最先感知并发生变化的 如果您的尿液出现了这种现象 那您一定要引起注意了 那就是泡泡尿 尿尿时如果尿液出现泡沫 原因可能分两种 一种是生理性的,另一种是病理性的 其中生理性的原因主要有 1.尿液中有几物过多 尿液中含有一种有机的物质 如葡萄团过多时 会使尿液的粘力增强 就会出现泡沫 这种属于正常冲洗的泡沫 持续的时间很短 一般这样和身体都是状况无关 不用太担心 第二,与兴奋或者是性生活有关 当兴奋或者是长时间没有性生活 前列腺分泌的粘液就会增多 导致尿液的表面粘度增大 使尿液出现泡沫 第三就是长时间的憋尿 当我们长时间的憋尿不能及时的排泄时 也会导致盆管内尿液浓度升高 排尿时爆发力强 所以冲出泡沫 那么病理性原因 大多是尿路感染 或者是糖尿病 肝病病变 如果尿液长时间不正常 那建议还是要去医院做专门的检查 今天给大家分享 可以帮助肝肾排毒 强肝肾 去除泡泡尿的食疗好方法 这个食疗方 坚持喝上一个星期 可以帮助我们排除身体的肝肾毒素 强健机体 让肝肾恢复健康 首先我们准备10克的黄奇 黄奇性微温 胃肝入皮 肺筋 能够补气 生羊 固表 止汗 沥水 消肿 近年来用于治疗慢性肾炎蛋白料 都有非常好的效果 黄奇是肾病患者最喜爱的中药材 在医学上 黄奇是一位临床使用率非常高的中药 有食药八补之说 女时生也曾说黄奇长野 黄奇色黄为补药之长 因此而得名 黄奇 黄奇是中医治疗肾病水肿的常用药物 近年来研究发现 当药黄奇就可以减少蛋白料 而减轻肾胜脏的损伤 具体来说 黄奇有以下这些作用 第一可以补气 提高免疫力 预防感冒 降低肾病的复发率 第二可以酸向调节血糖 既可以降低糖尿病导致的高血糖 也可以将药物 也可以将药物所导致的低血糖升上来 第三还可以酸向调节血压 对于高血压和低血压 均有调节的作用 少量用可以升高血压 大量用可以降低血压 第四可以消除肾性水肿 还有糖尿病引起的水肿 第五可以饱肝 通过促进和糖核酸 蛋白质的合成 使细胞生长万圣寿命 第六可以降低尿蛋白 保护肾脏功能 缓起可以降低尿蛋白 减轻肾脏的免疫炎症反应 从而延缓肾脏的纤维化 起到保护肾脏功能 控制血肌肝的作用 接下来再准备五克左右的芡食 芡食为干涉性贫 归皮肾筋 可以补皮子蟹 益肾固筋 现代研究证明 芡食具有抗氧化 消除脂油肌降血糖 降低尿蛋白 抗心肌缺损 抑制保护胃粘膜的作用 接着再准备五克的芙苓 芙苓性贫 胃肝 蛋 以及修复肾小球 肌底损伤的作用 所以在中医方计中 用到的比较多 接下来再准备两克橙皮 橙皮要幸苦 心温 龟皮 费两斤 具有礼器 健脾 造湿 化糖的功效 准备好的食材 我们先加入清水 把这四种食材 清洗干净 需要注意的是 芡食的用量 不需要太多 一次五克左右就可以了 芡食食用量过多 会造成肠胃的负担 把食材简单的清洗两遍就可以了 然后用弄勺 给它控水捞出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一小节山药 先把山药皮削干净 山药对于肾脏来说 是一个非常保健的食品 山药不仅可以降低肾炎患者的量蛋白 尿浅血 还能降低肾衰竭患者的血肌肝和尿蛋素 保护肾脏 山药之所以这么神奇 是因为它含有一种叫做山药多糖的成分 山药多糖可以消除自由基 抗氧化 增强机体的免疫力 防止癌症 延缓衰老 不仅如此 山药对于肾病的治疗作用 还体现它的治本上 山药多糖 不仅能够减轻 炎症的发生 还能够减少自由基的产生 人体内过多的自由基 是慢性肾病 患者炎症的发病根源 也是导致人体衰老的最挥霍手 接下来把所有食材 倒入养生壶中 再加入800毫升的清水 然后再用花茶键 煮上25分钟左右 这周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句留言 点赞 关注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所帮助 就请给我点个赞 关注一下吧 感谢您的支持 25分钟之后 我们这道茶就做好啦 中国有2亿多的慢性肾病患者 最终得料毒症的 只有一小部分 大部分的患者通过合理的治疗 定期复茶 自身的保养也可以活到长寿 不会得尿毒症 但是由于很多慢性肾病患者 对于身体不佳管理 使得很多患者在不知不觉中 失去肾功能 甚至失去生命 另外我们在平时生活中 也要控制腊炎的摄入量 建立起良好的生活和饮习习惯 加强营养和锻炼 煮好的茶直接倒入杯子里 趁热饮用效果更佳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体内有湿热或者是阴虚火旺的人 感冒发烧以及月经期 怀孕期的女性不适合吃黄旗 另外有高血压的朋友 要吃黄旗也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 才能食用 喜欢的朋友不妨把它收藏起来试一下哟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